中华佳节传奇魅力 跨越不同的地域 寻找浓浓的年味 探影央视猴年春晚 访问明星嘉宾 揭秘幕后精彩 八小时不间断直播 网络全程欢乐互动 看节目摇红包 一起讨个好彩头 传奇中国节全球大拜年 祝愿全球的华人 青春快乐万事如意 猴年祥瑞幸福安康 欢乐祥和过大年 尽在春节中文国际频道 除夕敬请锁定中文国际频道 由金伯利钻石全程独家冠名播出的 传奇中国节春节除夕特别节目 敬请期待 传奇中国节吉祥中国年 大家过年好 再给大家拜个年 拜年拜年 猴年越来越近了 春晚也越来越近了 还有两个小时 春晚就要开始了 月光女神要事而来 这里是由金伯利钻石 全程独家冠名的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的 传奇中国节春节的除夕特别节目 欢迎大家的收看 也希望大家能够锁定CCTV4 那么我们的传奇中国节春节的 这个除夕特别节目 将会无缝来连接春晚的直播 所以看春晚 看思讨 金伯利钻石也再次提醒您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再次感谢金伯利钻石 带给我们的新年好运 最后两个小时的这个直播时段 我们一统来迎接春节联欢网会 那么这两个小时的两位嘉宾 一位嘉宾是本台特别评论员 周庆安先生 您好 您好 还有一位嘉宾是知名音乐人李静 欢迎李静先生 您好 您好 好久不见 是好久不见 对 但是好像形象依然是大家熟知的 光头依然不变 光头依然不变 没错 我们还是要以这样的形象迎接猴年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刚才给大家说了 还有两个小时 已经不到两个小时了 不到两个小时了 春晚的直播就要开始了 那么在春晚的这个主会场 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吴鹏 吴鹏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春晚的情况 好的 那么刚才鲁建也讲了 猴年越来越近了 春晚也越来越近了 下面来到我们直播点的这位呢 可以说是 原来说他是在用流行 美声的唱法唱流行歌曲 他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平安 来 有请平安 你好平安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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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上次来参加出版是13年 唱了那一首《我爱你中国》 对 今年的出版是怎样的一个作品呢 今年呢是跟那个星光大道的选手 叫王子宁 我们一起来合作一个男女生对唱的 名字叫小梦想大梦想 小梦想大梦想 说到这个梦想呢 我想每个人都有梦想 追梦的道路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 其实这首歌呢 是比较温馨 比较温暖的一首小作品 那希望呢 就是通过我们年轻人的一种表达 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像明年想买台新车呀 明年想那个尊敬一些老人呢 但每个家庭 他们这些愿望合起来 就变成我们国家的一个大梦想 对 要敢于有梦 要勇于追梦 还要勤于圆梦 是 这个歌手啊 这个控制气息的能力 都得非常强 像主持人一样 平常要练这些吗 平常还是要练 因为特别是在那个重大演出之前 肯定还是开开嗓啊 像我因为今天节目比较晚 所以说我开嗓时间 其实可以晚一点 怎么开嗓呢 每个人开嗓不一样 开嗓不一样 那这样好了 我们在这儿PK一下 其实我们也是需要 提前要练一下的 好吗 这个怎么PK 我们这样好了 我们一起来数枣 看谁数的枣多 谁就赢 输的要做俯撑 好不好 数枣 一个枣 两个枣 一口气看谁数的多 那21个枣 22个枣 要这样数吗 对啊 要这样数的 好吗 要不你先来 那我先来啊 你先来啊 好 看这个平安数枣 能数到几颗枣啊 来 预备 开始 一个枣 两个枣 三个枣 四个枣 五个枣 六个枣 七个枣 八个枣 九个枣 十个枣 十一个枣 十一个枣 十三个枣 十四个枣 十五个枣 十六个枣 十七个枣 十八个枣 十个枣 十九个枣 二十个枣 二十一个枣 二十二个枣 二十三个枣 二十四个枣 二十五个枣 二十六个枣 二十七个枣 二十八个枣 二十九个枣 三十一个枣 三十一个枣 三十二个枣 三十三个枣 三十四个枣 三十五个枣 三十六个枣 三 三十六个枣 三十六个枣 下面该我了 我输了 没没没没 还没比呢就数了 我输了 我输了 主持人也得再说说吧 我听说鲁健能数一百个早 真的 好了好了 那这样好了 我们一起来做佛乘 愿主服输 那新的一年吧 我看这个 应该这两年 平安一直以非常健康的形象 平常应该也经常 参加这个健身对吧 对对对 那来吧 我们既然这样 我们就一起来做佛乘吧 来来来来 也做佛乘 好 咱们用健康来拜年 好 来准备 来准备 准备 一位开始 你来先说祝福与吧 祝大家新年快乐 猴年大吉 好 那我们平安 祝大家猴年大吉 我们在这儿就 祝大家新的年 健健康康快乐乐乐 最重要的是一点 非常非常重要 看春晚 看四套 看春晚 看四套 看春晚 看四套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下面把时间交给陆建 充不下去了 好了 哎呦 哎呦 呦 你行不行 好 再见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吴鹏 也谢谢平安 哎呀 我觉得平安的这个名字 确实特别适合给大家送祝福 说大家新的一年平安 而且看出来了 这个鼠枣谁强看不出来 但是福沃称 平安真的是挺强的 但是我也要为吴鹏说句话 我们的主持人真的是满拼的 哎呀 我觉得这个平安 千万今天的这个直播的时候 演出不要说音乐 念了三十多个枣一口气 三十六个 但是我感觉平安中间偷气了 是吧 对 他估计也就能念到二十个枣 但是说明他这个 就使用气息的这个能力很强 对对对对 对吧 他很会善于换气 对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他歌唱得那么好呢 我特别想问他说你晕不晕 你念你也晕 哈哈哈哈 你那时候一百多个枣啊 一会儿让你数 其实呢就是 波音可能也有这样的练机方法 就是中间可能也会有这种叫偷信 对像这个方法就是从波音来的 嗯 波音和这个歌唱 其实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个特别节目的 主要跟大家呢 来谈一谈这个波音 李静老师这个陈凡 您一般比如说 关注哪些方面的节目 我可能因为 因为我做的工作的原因 我还是比较关注唱歌一些 歌舞类的节目 对歌舞类的 歌舞类 因为其实我参加过一届春晚 但那届呢 我们演的是音乐剧 音乐剧 所以每次都要看看别人是在真唱 还是在怎么着 但是应该都是在真唱 音乐剧应该必须得有一定的 这个歌唱的功底 对吧 否则的话可能很难驾驭 还得有表演 嗯 还得有表演 这个其实最难的是就是 他这个我当时记得我们排了一个月 就是为了那一段音乐剧 大概十分钟左右 就是演员在台上卡位特别重要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不能有一点乱 对 我记得我演个瞎子 我就组了个拐杖 戴着个墨镜 就从那个台口走到台前 我们那个到位那个地方 我练了很久 如果那个地方你卡的不对 因为我当时一到那儿就得摔一跤 那这一跤你如果摔的不对的话 可能就是你接其他节奏接不上了 它那节奏感特别强 对 所以就当时我记得 都快开始了 我还在想 多少步 这是一个 再一个我还在想是左脚先出 还是右脚先出 但是确实到那卡对了 卡好了 因为之前排练的时候 就发现有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春晚的这个舞台设计呢 要比以前更加复杂了 对 所以其实演员和舞台之间的 这个配合也非常的重要 没错 可能有时候一个位置走错了的话 会影响整体的这个演出的这个 大家看到的那种 感觉很自然的一种表演 或者说怎么着 其实真的是倾注了各种 这个目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大家演员的 真是大量的心血 就是这样 春晚的期待只联系在一起 我记得最早的春晚 是平的 对 一个小台 很简单 就像这个 现在是升降 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单位 或者家庭里边的这个联欢会一样 对 但是现在呢 已经是完全艺术化的这个效果了 包括整个我们看到的 这个屏幕的效果 多媒体的效果 应该全部是3D的这种 对 我们刚才一直 这几年 我觉得看得有时候眼花流乱的 就那种舞台的装置 对 感觉特别特别美 特别好 就跟我们当年看到的 小时候看到的春晚 这个舞美艺术背后 其实是有大量的这种高科技的因素 在联练的 就应了我们的那个宣传语 刚才在讲 我们的节目和春晚无缝连接 其实春晚的每一个节目 都是无缝连接 一秒一针都不能唱 我们一直说的迎接猴年 那么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呢 他们也到了这个海外 包括呢 大家非常喜欢的六小林彤老师 那么他现在呢 是在美国可能也有演出 要给这个海外的华人呢 再去演出 太好了 那今天呢 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请六小林彤老师呢 从美国给我们全球的华人观众呢 发了一段新年的祝福 一起来看看 当天下午 六小林彤带领带着 京剧美猴王脸谱面具的 纽约众多学童 在纽约时报广场 进行快闪表演 六小林彤在现场 呈现了腾云驾雾 首饰金箍棒的潇洒英姿 迎得了现场观众的 振振喝彩和热烈掌声 六小林彤说 春节是中国人 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能在纽约 给海内外华人华侨拜年 始荣幸之事 希望猴年给大家带来吉祥 俺老孙来也 大家好 我是演员六小林彤 祝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的 观众朋友们 猴年吉祥 万事如意 给大家拜年了 这个话太熟了 俺老孙来也 一听到这个话 就想起六小林彤老师了 那美国的观众呢 幸福了 六小林彤老师呢 去美国演出了 还有一句话 相信呢 大家一听也都知道是谁 观众朋友 我想死你们了 一起来看看冯公老师 好的 下面为大家请到的这位 可以说是春晚的常客 也是大家的老朋友 可以说很多人都是 看着他的节目长大的 从1986年第一次参加春晚 带来火年谈虎 到今年已经整整30年了 30年来带来不同的作品 但是呢 每一部作品 几乎都要用同样的一句话 那就是想死你们了 下面呢 我们有请冯公 冯先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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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全球的华人 华侨朋友们你好 我是冯公 想死你们了 对对 想死你们了 另外呢 见到您呢 我就会想起另外一句话 用天津话 用天津话讲的就是 马三立说相声 逗你玩 也不是天津话 马三立说相声 逗你这天津 马三立说相声 逗你玩 你看 同样的句话 不同的人说 这效果就不一样 我是天津人 看来这个怎么逗 是有学问的 今年这个作品 怎么逗呢 有哪些看点 给大家来透露一下 肯定是挺逗的 有幽默感 然后还有眼泪感 有一种温情的力量 在乐的同时呢 能给您一丝的感动 具体的包袱在哪呢 我还不敢说 我一说呢 三十晚上 他就没人看了 总而言之 是一部很温暖的一部作品 没关系的 您那么多点子 这个作品 肯定也是非常的棒的 那么在这儿 还有个问题 问您 您05年的时候 是和徐帆合作 带来一部电影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3年 03年 但是05年 05年上映的 对对对 03年拍的 这么多年之后呢 应该这次合作 是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您怎么评价 徐帆的表演 我其实很感动 徐帆呢 是临危寿命 临危寿命 怎么讲 原来呢 我这个小品的搭档 是宋宁 也是我的一个学生 我们的同事 他演技很高 形象也很端庄 但是呢 他比我小20岁 怎么看 他们俩就不像 在社区跳广场舞的 那一类 临时 说找一个年龄感 这个表演上 都适应的人 我给小刚打了电话 我说小刚 我说番子在哪 他说在飞机上 我说他说什么事 我说春晚会个小品 想让他加盟 他说好事啊 让他去啊 结果这一句话 他就过来了 其实他特别猛 他在排着话剧原演 准备要到国外演出嘛 他利用他的休息时间 我们抓抽空啊 排练 压场 彩排 一路走到今天 后来我才知道 他这段时间 都是带病坚持工作 带病工作 那么他在这个作品里边 是扮演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呢 他就是演一个 社区的一个大姐 他在话剧界的地位 影视的地位 这是毋庸置疑的 广大观众 这种也很喜爱他 但这次他恰恰没演 他没演 没演 就是说你再演 也不如就是 他往那一站 就是一个率真的 热情的 善良的 知性的一个社区的 一个大姐 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没演 但是呢 却在演着一个角色 对 一个社区的 一个知性的 一个大姐的形象 对 非常期待这部作品 谢谢 说到这个作品 叫快乐老爸 那您在生活中 是什么样的一个老爸 我是勤奋并快乐 辛苦并快乐 这个挑战自我并快乐的人 这个状态非常好 不管怎么样 都是一个快乐的 一个老爸 要把更多的快乐 带给大家 带给大家 带给全球的华人朋友 带给我们的亲人 在这儿呢 也有一幅对联想送给您 上联是 年年岁岁 画相似 下联 岁岁年年 情更浓 好 我在这里 横批是 想似你们 我也想在这里 送我们 华人华侨朋友们 一幅对联 好 过年了 上联叫 银阳辞就去 下联叫 金猴迎春来 横批给您拜年 好 别忘了 看四套 看春晚 看春晚 看四套 看到在春晚的 这些演员们呢 尤其是语言类节目 大家这么熟悉 和喜爱的这些演员呢 马上又想起了 另外一位 这么多年来呢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蔡明 那今天蔡明 在春晚舞台上 又有什么新鲜的节目 带来呢 我们接下来 再跟随吴鹏呢 一起去看一看 蔡明老师好 你好 我看这个作品 到目前为止 还在修改过程 是的 每天都在修改 今天还要将毒蛇 进行下去吗 还是有点这意思 好像观众很喜欢 这个毒蛇的样子 其实我生活里 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这也能看出来 也能感知到 你看我跟蔡明老师 也都是春晚的 一直在这个舞台上 所以特别害怕丢分 特别害怕失分 也就是特别害怕 观众对我们失望 那么就是 所以就压力特别特别大 压力特别大 而最重要的 也是想把更好的作品 能够呈现给大家 毕竟金杯银杯不如口杯 而两位老师的口碑都特别好 确实在春晚舞台上 给我们这么多年了 有很多经典的段子 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在那个时候 90年代初 我们做春晚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四套 这样可以全球直接直播的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 大年28 然后录被播带 就是录一版 然后剪接是 和导演连夜剪接出来 然后大年29一早 就送到机场 送往登上各国的飞机 然后呢 送往各个国家的大使馆 在三十晚上 跟国家同步的时候 这个国家大使馆 会组织华人来大使馆 跟华人和祖国同步来看春晚 其实他们看的是录像带 在这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在这儿给您拜年 祝您全家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发不发财的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平安健康快乐 我呢还会继续努力 争取把更多的快乐 带给您和您的家人 所以一看到蔡明呢 我就想 哎呀 今年潘长江是不是又要被挤队了 又要被毒舌了 对啊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 像风公老师啊 蔡明老师啊 潘长江老师啊 等等等等 这都是常年在春晚舞台上的 这个大家非常喜爱的这个演员 应该说是不变的面孔 变的呢 是每年的这个 可能带来的这个节目 可能每年都有很多的新鲜的感觉 既然要是总结一下 我们春晚的话 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这个 变和不变的这些地方 对 我觉得其实不变的东西 留在我们记忆当中也很多 而且呢 比如说这些老面孔 每年对他们 其实都有新期待 其实我还有很多小细节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春晚观众席的圆桌 那是我特别喜欢的 一个春晚的镜头 在圆桌转过去 因为中国人吃饭喜欢用圆桌 他不喜欢用大长条的那种 像欧式的那样长条桌 大家坐在一块就始终觉得春晚是一个家庭 然后这个桌子上有橘子 有瓜子 有花生 等等 诸如此类的 那这种感觉给人的是春晚那些不变的东西 比如说还有春晚的福字 他一定有一个特写镜头会摇过那个福字 是正着的也好 道着的也好 各种各样的代表不同的习俗 那我觉得有一些变的东西呢 其实给我们这代人 我也是七零后 我们变的东西是主打的歌手 从我们的前辈到我们的统领人 到我们的比我们年轻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到我们现在都不太熟悉 我们都觉得小鲜肉 这样的这个角色 其实它说明了春晚的艺术舞台上的这个棒子 是在不断地被接力传承下去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聊春晚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说 这些小鲜肉我们也不认识 这谁谁谁谁 但是没关系 但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弟妹妹们 他们就很熟悉 对 他们可熟悉了 这些人又会成为他们新的春晚的记忆 记忆 对 所以我想春晚是一个一大桌菜 所以它一定是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那一盘 而不是整桌 但是它构成的是中国人的整个文化级 所以确实这也是春晚的一个特点 大家自己有各自喜欢的那一种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春晚的现场 那么现在又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我们也来联系吴鹏 吴鹏你好 我们介绍一下 来 陆建您好 好的 在今年的央视有一档节目 我想给大家会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 我个人感觉这档是一档真人秀节目 面对各种挑战 接下来这位 我觉得接触挑战之后 他更加的了不起了 他是谁呢 来 有请沙翼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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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先这样 大家好 大家好 过年好 过年好 给大家拜年 好 是不是得有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在里面 对对对 揮花 点穴 揮花 点穴手 好 今年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今天是我们的开场一个歌舞 我主要负责唱歌 没有带着爱人来 没有 今天可能名额有限 没有他 因为13年的时候是和爱人一起带了一个作品的 对 12年 12年 对对对 其实也是第一个节目开场 我们俩共同唱了一首歌叫《彩茶舞曲》 再次在参加春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 和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倒没什么压力 因为本身我不是唱歌的 所以说我觉得就只要把新年的那种喜庆 那种快乐能够传递出去 带给所有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让大家感受到春节的这种欢乐 我觉得就足够了 其实春晚是我们每一位华人的共同的春晚 在这儿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沙翼 你记忆印象最深的春晚的片段是什么 其实谈到春晚 我觉得我的感受特别的深刻 因为我记得第一年春晚应该是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应该是83年 当时我也就五岁 所以说其实春晚在我的成长 是伴随着我的成长 在我的记忆当中 春晚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 比如说呢 比方说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品叫超声游击队 然后有一句台词是 据我观察 没发现敌情 是吧 对 还有好多 我叫赵英俊 至今未婚 你知道吗 对 好多好多 看来是有这个深刻的印象 而且是这些片段出来之后 那个时间段 那年的很多场景 同时会浮现在眼前 我想这就是年夜泛春晚的魅力所在 没错 它不仅伴随着我的成长 同时它也留给了我很多生命当中的记忆 那么在这儿呢 也要通过我们中文国企频道 要向全球华人拜年 好不好 猴年到了 给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 给我们全球的华人们拜年了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何家幸福 永远快乐猴年大吉 好 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看春晚 看四套 好 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主演博士鲁健 谢谢吴旁 也谢谢沙翼 沙翼是我们这个波音的这个女婿 今年春晚她自己上了 没带我们的这个师妹胡歌 但是那一年确实他们这个夫妻同台表演 而且是反串还蛮出彩 对啊 也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 沙翼刚才说了 其实确实 其实我们看得出来 从她这个话语看得出来 每个人看春晚 记忆当中那个节目就是你 其实你半次是你生活成长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块 而且会对你的未来的人生 有很大的影响 她刚才说春晚是她这个 后来可能走上这个戏剧之路的 这样的一个启蒙 其实可能我们从事和语言 有关工作的很多人 可能春晚都有可能是我们的启蒙 包括我们从事唱歌的 从事唱歌也有这种可能 都没有很大关系 就是春晚是一个特别令人向往的舞台 就是确实是每次看完了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那会儿看春晚 看完了以后都要去学那个节目 没错 把它录下来 拿一个录音机 当时那种 就是那种小喇叭的那种 两个小喇叭 反复地听 对着 对着电视机 这边看着电视 我又那会儿刚开始学艺 就兴趣浓 特别地浓 当时您学的最熟练的是哪个节目呢 那个时候其实就每年的节目太多了 其实都记不住了 那个时候 当时就像刚才说到的那个 可能我看的节目比杀意的可能还早点 可能最早是像陈佩斯他们 吃面条 演小品 就演那个拍戏的那个小品 就各种语言的那种差来差去的 那种印象特别深 对 杀意刚才学的都不准确了 对 对 就学的比较高 刚才梦学一下 刚才那个 孙丹丹那么经典的段落 俺叫魏珠芬 今年29岁至今未婚 对啊 你看看 没错没错 我觉得他 而且他那个是特别的经典 再也没有就是小品演员 能够超越这一部作品 就是每一部特别经典的作品 会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对对对 为什么叫经典呢 对吧 语言是一回事 我当时当年我觉得 最印象最深的节目 应该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当年那个张明敏 张明敏到央视唱 第一次唱那个 我的中国心 对 那他应该是第一次 或者是第二次来 来这个参加央春晚的 这个香港演员 就首次来的 他五年 八三还是 对张明敏啊 你说差不多 我就记得当时他在舞台上 后来就是飞翔啊 唱出来那首歌的时候 就第一句的时候 整个满堂喝彩 而且那个舞台的这个 就是底部啊 是那种五彩的灯 是一块块的 在闪 在闪 就是随着这灰色的吸收 后来就是没有 一两个港台歌手 就觉得好像春晚缺了 很大的这个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毕竟看的少嘛 他们一来呢 可能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打了一些新的气象 对 所以当年呢 小虎队 他们在解散了之后 他们还有一个专辑上的春晚 给我留下的特别深刻的 哎呀 确实是 伴随着每个人 每一代人 都有每一代人的春晚记忆 他们喜欢的那些演员 现在的孩子们 他们喜欢什么节目呢 我觉得有一个节目 他们肯定喜欢 在这儿呢 做一个预告 稍后回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 关注一下 今年春晚的小鲜肉 TF Boys 稍后回来就带给大家 稍后见 年十二 大东旁 才有三天到晚宵 传奇中国节 即将中国年 大家过年好 再次拜年 月光女士要事而来 这里是由金玻璃钻石 全程独家冠名的 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的 传奇中国节春节的 除夕特别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欢迎大家 那金玻璃钻石 也再次提醒您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参与 我们节目的互动 积极参加 我们节目的各项活动 祝您好夜 那今天我们这个时段 还是两位嘉宾 周庆安先生和李静先生 欢迎二位 一直陪伴着我们 特别是周老师 离春晚越来越近了 所以刚才我们还在这聊 说春晚 其实每年 好像都留下了 很多的流行语 这一年当中 大家可能平时聊天当中 不自觉地就会带出来 每人说一句吧 有没有印象当中的 春晚流行语 那太多了 太多了 真的 堂个奏事 堂啊堂着奏 三姑一回头 你堂上大事了 你堂上大事了 对 原来以为只有 长得像我这样的 才能叛变革命 没想到长得像 你那样的浓眉大爷 你就是我浓眉大爷 你也叛变革命 他也有今天的 我非常想见赵忠祥 这个时候 我其实还蛮思念赵老师的 是我们的老妹妹 赵荣祥老师 倪平姐 确实他们当年 也在春晚 留下了很多 这个经典的记忆 所以确实 春晚五代要说起来的话 太多的这种记忆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 再次来连通春晚的现场 看看吴鹏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 吴鹏和凤凰传奇 在一起 吴鹏 来 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 演出服都穿上了 对 演出服穿上了 但是不是今儿晚上 除夕夜春晚舞台上 这个演出服呢 来 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的主持人 在问这个问题 好 全球的华人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是凤凰传奇 在这里给您拜年了 拜年 拜年 新年快乐 主持人非常关注 这身服装就是我们今天晚上 除夕夜春晚舞台上那套服装吗 是的 是的 那是第一次在我们中文国际频道 先展现给大家 那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春晚这个流行语 我想问一下二位 你们记忆中的这个春晚的流行语有哪些呢 我骄傲 对 我骄傲 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 去年我们在采访的时候 我送给两位一个红苹果 拿下小苹果 去年带来的是那个反串 今年带来的是哪首歌曲呢 什么样的一首作品 今天是一首歌名叫 《美丽中国走起来》 那么《美丽中国走起来》 其实这歌曲的旋律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还是得等到今天晚上 带给大家 那么在这儿呢 马上要过年了 今天除夕也明天是大年初一 有没有什么应景的歌 送给大家呢 我们也有一首歌曲 我们的 对 我们的歌曲的名字叫 《中国喜事》 对 在这里给大家唱两句好不好 好 来 《中国喜事》 对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你 人风稀释尽水霜 恭喜恭喜你 恭喜你发大财 恭喜你健康长寿 好 谢谢谢谢 那么在这儿呢 也是要把这个新春最美好的祝福 通过我们中文国企频道送给全球的华人 给大家拜年好不好 好 那么在这里呢 给我们全球的华人朋友们拜个年 祝大家猴年新大运 祝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最后一点非常重要 每一次我都得要说上三遍 那就是看春晚 对 看春晚 看四套 好了 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朱延博士 鲁建 这边情况就是这样的 好 谢谢 谢谢吴鹏和凤凰传奇 给我们四套做的广告 看春晚 看四套 所以在这里呢 也希望大家呢 继续锁定中央电台中文国际频道 因为呢我们的特别节目 传奇中国节 春节 这个特别节目和春晚的直播呢 是无缝衔接的 大家可以锁定四套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还印象特别深的就是 吴鹏去年在春晚的时候 采访凤凰传奇呢 明显挑事 宋然人家一个这个 小苹果 红苹果 对吧 因为去年他们是和这个 筷子兄弟 好像一起合作的嘛 对吧 然后互相的这个 还是有点PK的 很有PK的这个味道 所以很有挑事的味道 今年呢他们终于可以这个 唱自己的这个新的作品了 非常棒 刚才凤凰传奇现场 他们也说起的这个 春晚流行语 居然没有重复 可见大家心目当中 这个春晚当中留下的这个太多 流行语很多 应该是很多 春晚现在应该已经是一种 这个文化 文化现象 春晚文化 所以很多人呢 可能一提起来呢 会有很多自己 非常喜欢的这段落 而且现在很多单位 很多地方 很多这个村寨 甚至也都在组织 每年组织春晚 还有好多 还有网络春晚 我今年已经参加好几个 别的春晚了 咱们这春晚我没摊上 我摊上好几个别的春晚 比如说这个 百姓圆梦春晚 电影人春晚 还有什么那个 留守儿童春晚 然后我前两年还和我们有一个朋友 两个人突发奇想 我们在大年三十那天晚上 我们跑到火车上去慰问那些 回家的那些旅客 春运春晚 对我们做了一个 我们号称是火车春晚 多好 对但是当时真的 我们去火车上 就当那个时候 去给大家表演节目 他们真的很高兴 就是火车上那些顾客 那些乘客 包括那个火车上的工作人员 那个车长啊什么的 一听说有人来 来给大家演节目 特别高兴 最后高高兴把我们迎进来 高高兴把我们送下车 特别好 所以现在这个 很多的都在办这个春晚 大家呢各有各的这个特色 我觉得咱们以后 是不是可以搞一个 播音员主持人春晚 如果都是播音员主持人演出 应该也很有特色 或者传奇中国节 顺便顺便做一个广告 初二到这个初期的晚上 请大家锁定中央店 在中文国际频道 我们中文国际频道的 特别节目 倒是由我们中文国际频道的 播音员主持人们 参与的很多的这个节目 也很有意思 我还有个想法 和大家一起欢乐 我觉得我可以搞一个 山寨春晚 现在有很多山寨春晚 那不是那个山寨 不是那个山寨 是真正的山寨 是在大寨里 在山上那个寨子里 因为我小时候 跟我爸爸在一起 在山上 就是我爸当老师嘛 就经常在山寨上过春节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能够在我小时候 待过的地方 去做一个山寨春晚 应该特别有意思 特别温暖 原汁原味 有可能在这些地方 就是自己创作的 这些作品当中 又能产生很多新的作品 没错 没这精品到春晚的 好消息啊 好消息 小鲜肉来了 太好 刚才 刚才我们在说这个TFBOYS 现在因为我们 有时候出去呢 做这个其他的晚会 包括每年的中秋晚会 哎呀 这个TFBOYS 还有其他的一些小鲜肉 我就不一一点名了 观众的疯狂 那真的是叫一个火爆了 完全超出你的想象 他们现在发一条微博 后面迅速的几万 几十万的这个评论 我当年当小鲜肉的时候 咋都没赶到这个 所以观众朋友 要锁定我们的频道 接下来就是小鲜肉登场了 一起来看看 在今年春晚的舞台上 有一个组合 因为他们青春 靓丽健康的形象 而深得大家喜欢 也备受关注 这三位呢 也被粉丝亲切地 称之为三小只 今天他们又要来到 一号的眼部大厅 进行彩排 我们也将对他们 进行采访 他们是谁呢 来看一下 TF Boys 嗨 你们好 嗨 你们好 你们好 所有的演员呢 都要首先通过这边的安检 有没有数过这第几次来 应该有七八次了 参加春晚的演出 跟其他节目的演出 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对自己感觉是一个肯定 我们三个人像春晚这么大舞台 全国都可以看到 也觉得非常开心 真的 就是感觉很荣幸 因为也是从小看到大的一个 是吧 很盛大的一个舞台 很激动 因为家人都能在电影之间看到 我们在这儿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你们三位 你们印象中春晚 印象中记忆最深刻的 那个画面或者那个节目 是什么呢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因为小时候 很喜欢周杰伦哥哥 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他唱和宋祖音 我和宋祖音老师一起唱《本草纲目》 怎么唱的那首歌 《辣米兹辣》 《辣米兹辣》 还有就是唱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 叫《蓝天旭》 但是我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 就是冯公老师 对他每年春节都会说一次 那句话是吧 想死你们了 对我们想死你们了 那个也是印象很深刻 上次我们好像彩配遇到老师了 一看见他 感觉很亲切的样子 就感觉也像过年了一样 也像过年了一样 那你呢 我就是小时阳哥哥 眼睛一闭一睁 一年就过去了 对就是这个 今年这个节目 目前你们觉得最大的看点在哪 能不能提前给大家先透露一下 我想此时此刻呢 海外有很多观众 也在关注着我们的春晚 关注我们的节目 给大家先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这次的节目算是一个 以我们来讲是一个全新的形式 对一个有比较新颖 有创新的一个节目 就是大家从小看到到一些卡通形象 对都是会是我们的棒 就特别盛大隆重的一个场合 全新的形象 有卡通人物 有盛大的一个场面 我们也非常期待 那么下面呢 这个TFBOYS呢 下面要进行化妆 要准备 我们待会儿再对他们进行采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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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要采访TFBOYS呢 我们也在网上征集了很多的问题 瞬间的有大量的这个问题 向他们提出 我们也看一看 TFBOYS他们是怎么回答 网友的提问的 三位今天这个服装很漂亮 这就是三十人那天晚上 春晚舞台上的服装吗 这个还不确定吧 还不确定 看来还是有悬念的 在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希望三位认真地回答 这个问题就是 寒假作业做完了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备战春晚 对 所以我们会抽空 把寒假作业给做 看来这个学习和工作 还是不会分开的 还是要以学习为主的 对不对 那么在这儿呢 还想问一个问题 三位是很多观众的偶像 那你们自己有没有偶像呢 有啊 我偶像是林俊杰哥哥 林俊杰 你呢 我喜欢周杰伦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那个小虎队那三位哥哥 小虎队 说到这儿我想呢 肯定会让电视机前 很多70后80后的朋友 也会想起他们的偶像 就是小虎队 在这儿能不能唱一下小虎队的歌曲呢 哎 怎么样 那首歌 好 来 来来来 当你的心 我的心 传一传 传一处星云草 传一个同行员 把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 跟青春做个伴 非常棒 非常棒 我觉得这首歌唱完之后 会有电视机前很多 70后80后 也会成为你们忠实的粉丝的 那么在这儿呢 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三位 去年的这个年夜饭 在哪吃的 就在家 在家里面 对 今年怎么办呢 今年爸爸妈妈会跑到北京来 咱们三家一起吃年 咱们三家一起在北京过年 对吗 去年发红包没有 有发红包 红包里面装多少钱 就是爸妈给他们发的 爸妈给的 好 今年的春晚马上要去备战了 对吧 待会还要去重新做造型 要去到舞台上彩排 我们也在这儿预祝你们 今年这个演出能够圆满 能够成功 期待你们在春晚舞台上 精彩的表现 好不好 好 谢谢 加油 加油 谢谢 相信TF怪子 他们的歌迷们 今天晚上一定会继续期待的 只要是他们出现 那必然会离不开歌迷们的 在后面的这个呐喊 助威 看到他们 我就脑海里明显出两个字 青春 青春气息 其实呢 要说起来这几十年 在春晚舞台上 留下的这个青春气息 给我们的这个震撼的 那太多了 对 对吧 都是我们抹不去的记忆 其实要是最早 最早要是追溯起来的话 其实费翔当年出来的时候 那太震撼了 也是青春气息 最难忘了就是 就是费翔 费翔 因为它是应该是在春晚 第一个跳的特别 动作特别大 火爆 对 而且当年是刚刚有 以前大家没有见过 那样的舞台风格 能够奔放 奔放 因为但有一点 现在看来是 摇滚风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对对对对 而且它的那个形象 有点疯狂的那个 对对对对 有点那样的一个气质 对 我想了当时我们也刚刚开始 我是刚开始学唱歌嘛 我就觉得费翔那个舞姿 我是永远不可能达到了 结果果然到现在还没达到 其实说到这个 太帅了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的 这个春晚的记忆 它能够成为记忆 就是那个节目 那一个明星 在当年 它是一个创新的形象 创新的节目 就像是费翔当年 它引起了大家的一股摇滚风 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 对对对对 之后一直传唱 因为在那之前没有 没有 它是一个创新的节目 包括我们的语言类节目 我是魏淑芬 还记着这个 就像刚才我跟秦安 咱们70年代的 可能当时呢 一说起来就是小虎队 你刚才说在春晚 出现过小虎队 我当时我还真是 当时想了一下 因为小虎队好像 90年他们应该是 90年 90年我记得中央电视台 有一个专辑叫 潮一潮二 来自海峡的声音 当时汇编了大量的 这个包到台湾的这个歌声 哎呦印象太深刻了 但是好像小虎队 还真是没有 没有本人出现在 爱本人出现在春晚 直到很多年之后 他们重新回到春晚 串烧的一个表演 他们虽然人没有 就是当年的解散了 好像91年解散了 但是当时好像春晚上 有过他们的一个 金编的一个视频 金编的视频 对 对 一首歌曲 所以他们三个人 没有集体出现在 春晚的舞台上 但是那个视频 和那个当时的歌曲 对 给我们留下 特别深刻的意义 一夜之间 而且我们觉得 就早期的春晚呢 其实也跟当时的 文化环境有关系 因为中国人当时了解 文化的各种渠道 相对比较少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创新一个就是一个 创新一个就是一个 其实我们平行而论 今天创新有点难 因为我们平时就接触到 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 我要在春晚上 推出一个 大家从来没见过的 从来没听过的 而且一炮走红 这事难度确实有点大 那个年代 可能演员们 他们有一年的时间 可以为春晚 创作一个节目 对 现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拿语言类节目来讲的话 我们平时有太多的 节目类型 太多的渠道 能够接触到了 对 他如果要是说让他 比如说几天就创作一个新节目出来 那真的是这个 确实 而且现在这个交通通讯又那么发达 有一个新的节目 马上大家就都知道了 对 所以现在的春晚变成了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我们推陈出新 另外一种类型是把这一年里 好的很多节目 再拿过来 大家说果然 比如说TF Boys 可能年轻人已经火了很长时间了 他们出现在春晚舞台上 是登上中国文化舞台的一个新的高峰 所以像我们去年以前说这个开门半春晚 现在叫开放半春晚 把门都拆掉 不仅要把门打开 而且 没有门了 门都拆掉了 对 不要门卡 只要是特别好的节目 但是节目还是特别特别多 是吧 来源太多 对 真的要是我觉得要 就大家现在口味又这么多元化 要把这些好的节目真正的选到里边 然后再呈现给大家 这过程也是非常的繁琐和复杂的 所以有一个节目 可能今年的大家也会非常的喜欢 他们算是这个喜剧演员里的新人了 但是我记得应该有两三年前了 我就在黑龙江电视台当时播出的一个节目 当时我还看我说这帮演员 他们也是完全一种全新的形象 就是和我们以前看的那些小品 感觉不太一样 好像有很多即兴创作的这种成分在里面 后来他们又上了其他的这种卫视的节目 就是乔山和修瑞 所以今年他们登上这个 因为他们在东方卫视的一张这个节目里面出现 所以今年的春晚 他们到底会拿出什么样的这个新品 新人新品 可能也会非常的让大家有所期待吧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吴朋友再去看一看 对他们的采访 三位好 你好 应该是春晚的新朋友 对新朋友 近一年嘛 头一次来 对 对 谈一下感受呗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春晚的感受就是感觉压力比较大 而且这个大家你看这个工作的场景 都特别忙活 然后就感觉这一忙活起来感觉压力就更大了 今年我们的一个作品 它的看点在哪呢 这看点还是 这个呼唤年轻人重视家庭嘛 就是不光是工作很重要 但是家庭也很重要 应该是 然后再一个是我们的里面的几个点 是比较年轻化的 然后当然也有很多点是老少皆宜的 对 我们算是春晚的新鲜血液吧 所以也就是 还挺开心挺荣幸的来春晚 对 每年看春晚的语言类节目 尤其是小品 就是颜值这么高的不多 主要也是看一个颜值 三个颜值还是挺高的 刚才有一句话 叫老少皆宜 就是我们三个就可以代表了 这是老少我是皆宜 你是皆宜 你是皆宜 春晚节目里边有哪些 给你们印象比较深的呢 那太多了 比如说原来赵老师的 这个打工奇遇啊 是吧 还有像什么过河啊 像潘老师的过河 就太多太多经典的东西了 你呢 几乎每年都有吧 像那个天后王妃的传奇啊 还有赵老师很多小品都非常喜欢 我是 我还 你是皆宜 我年纪还挺小的 我印象当中的春晚 我印象当中第一个 应该是江坤老师的虎狗脱险 我看到那个之后 那会儿不懂什么是春晚 但是知道这个好看好玩 我就每年都说这个什么时候演的 这个什么时候演的 开始盼着年了 那会儿 有哪些比较经典的台词印象比较深的 比较深的就是 赵老师就得扣 三 二 一 开始演 就得扣钱 是什么时候说 你看这道菜 全英会醉 要你了八十一点都不贵 确实很经典 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也希望三位今年这个作品 能够给大家同样的带去更多的欢笑 也成为经典和记忆 争取 争取 好不好 比起刚才我们看到这三张春晚舞台上的 年轻的面孔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春晚的老熟人了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蔡明和潘长江 但是今年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新节目呢 我们再一起看一看 今年这个作品应该不只是两位第一次合作 应该是很多次 第三次 第三次合作 对 在春晚上我们俩第三次 每一次都是蔡明老师欺负你 那肯定你看气场就能看出来 我感觉您也是要想着 他们享受的被受欺负 但他刚才说 他偷偷讲他想翻身呢 偶尔不被欺负 还不太习惯 想翻身 换个梦想吧 那两位老师还是谈一下 今年这个在一起合作的一些 幕后的一些花絮 让我们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们俩基本快被折磨疯了 您是被蔡明老师折磨疯了 被导演组 这个节目修改的次数太多了 对 但是可以这样讲 两位被导演组折磨疯了 由此可见导演组对这个节目要求很高 同时也让我们有很大的期待在里面 在这两位老师相互打个分呗 您觉得您的搭档怎么样今天表现 您给他打十分的话打几分 我们对彼此也从来的满意度是 是十分的 因为没有这个十分的一个信念 没有十分的一个感觉 就不可能在一起合作了 因为这个不单单我们人跟人之间 我们生活当中是好朋友 包括在合作上我们是一个好搭档 是这样的 我们就互相弥补嘛 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蔡明和潘长江 刚才我们还开玩笑呢 说今年不知道这个蔡明 又怎么挤对潘长江 刚才听到鲁建这么说 我都心里特别庆幸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觉得我幸好没有和蔡明老师搭档演小品 独蛇女王啊 对独蛇女王 再一个我觉得我比潘长江 好像感觉高不了太多 对 我要上去的话可能也受不了啊 会演的 所以我很同情潘长江 也很钦佩他的心理素质 和承受能力 他是个内心挺强大的人 这是风雨中长大的孩子 不容易啊 斗嘴中间有很多智慧 有很多小窍门 大家一听觉得小幽默 但是刚才呢 我们也在说 就是说其实对于很多 常年在这个春晚 坚守的这些演员 他们的难度和挑战是更大的 对吧 尤其对于这个蔡明和潘长江 两位老师 虽然他们合作是第三次了 但是呢 你说今年要给大家带来新意 现在的创作绝不仅仅是 可能说我加点这个小笑话什么的 就能够完成的 没错 观众希望能够看到特别这个 闪光点 就是闪光的这种 完全新鲜的这种感觉 但是现在你说很多的这种笑点 其实在网络上 大家每天都在传播 所以你说 你要是这个笑点 不是说特别的犀利的话 恐怕很难 所以从这个角度 春晚的保密工作特别重要 要不然一个小包袱早就抖出去 就完蛋了 所以像这个东方卫视的 这个欢乐喜剧人 当时我们看到也有不少的 这个喜剧演员 他们其实呢 在后面也是和很多的这个编剧 在不停地绞尽脑汁地进行创作 所以今年的春晚的这个节目 我们说既然是开放半春晚 可能除了为春晚创作的这种节目之外 可能也会有这样的 演员和编剧的不停地去进行 这种磨合 那么还有呢 就是既然要开放 那就是所有涌现出来的 这种精品的这个节目 还有呢 大家最喜欢的这些演员 去击萃 对吧 从这些当中去选拔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今后 春晚的一个正常的思路 对吧 如果作为总导演的话 我相信可能要办好这个大席 那必须要这么办 那以后 比如说从前来 你觉得以后春晚 给导演咱们提点建议吧 今后要想把这个春晚的这个亮点 持续下去 这些老演员 这些新演员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把这个大戏做好 这个建议太难提了 因为这么多年 每一年都要提 所以才要为难为难你 你身为央视的特约评论员 听不完国际时事 再来评论一下春晚 春晚 给李玉涛提点建议 今年 不过现在提已经完了 这是真难 真难提 但是我觉得呢 其实春晚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 用心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电视观众 都能看到舞台上 从导演组到每一个演员 他的用心 如果说大家能够理解 在这样的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你已经尽力了 你已经用了最大的努力 想要去让每一个电视观众感到满意 其实我觉得 大家的包括批评 包括讨论 都是善意的 其实他的目的都是希望这个内容更好 第二个呢 我觉得可能春晚不能当段子手 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段子手了 但春晚要当一个民间文化 或者人民群众当中文化智慧的极大成者 把好的东西摘出来 我觉得这个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这个要真的 坐在那个位置上 我相信 每一个人都会有巨大的压力 都会有特别难做的地方 但是毕竟每一年的春晚都给大家带来了一份文化大餐 有些时候确实可能一些意想不到的节目 反而最能够打动人 今天在我们新媒体板块 书洋还提到说 我们那年去春节期间 正好去做行走唐人街 去采访海外的华人 我们那年春节是在迪拜 和迪拜的华人们一起过的年 他当时说那个主播就是我 说当时看到西单女孩 就很简单的谈着这个节奏唱歌的时候 当时真的眼眶有点湿润了 因为为什么现在特别理解 就是你可能过年过节的 特别理解海外的华人 他们那个思想之情 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 那真的是发自肺腑的 他是发自内心的 特别的喜欢春节联欢晚会 特别的想看国内的一些节目 对 而且刚才蔡明也说 在很久以前 就我们还没有到央视思考工作之前 那个时候的春晚是提前录好 坐着专机送到各国的大时光给华人 对 对 所以真的是一种传承 因为我经常这个春节期间 就出国去给大家唱歌 去了海外的 唱什么 你在他乡还好吗 大家都特别的喜欢 特别打动人 对 今年有一个节目 我觉得可能也能够 跟大家有所出动 因为她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是一位新人 90后的女孩 北京女孩叫关晓彤 但是说起来 她也是出身于世家 因为她的祖父是关学曾老师 就是北京琴书大师 父亲关绕彤是影视演员 那今年关晓彤 他要参加的是一个小品的演出 其实之前他也演出过 很多的影视作品了 这次是首登春晚舞台 有什么期待也一起来看一看 下面来到我们采访点的这边 可以说是春晚的新人 也是曾经的童星 如今的这位曾经的童星 正在一步一个脚印的 脚踏实地的 在演艺道路上大脚步的往前进 我们下面有请关晓彤 晓彤你好 哥哥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关晓彤 也是第一次参加春晚 感觉怎么样 我特别高兴 然后也很紧张 就也很激动 特别高兴 也很紧张 那么如何排解这种紧张的情绪呢 因为有郭老师 还有马天宇哥哥 刘亚金老师和黄阳老师 各位前辈们吧 就是对我帮助很大 所以说自己觉得心里面还有点底气 有他们的帮助在这儿 是吗 那么在这儿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春晚记忆是什么 在你们脑海里边 说到春晚你会想到什么 想说到春晚就是过年 首先呢每天晚上就是 一到过年那一天都会打开 这个频道会看 然后就是如果不看春晚的话 就好像是没有这种气氛 那你最喜欢春晚里边什么节目呢 我喜欢看变魔术 是吗 我们来一个空手变花 空手变花 好吧 其实今年春晚 对 今年春晚舞台上也会有魔术表演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那么在这儿呢 要通过我们中文国企频道 要向全球华人拜年 好不好 好 祝全球的华人朋友们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每天都开开心心 工作顺顺利利 棒棒的 北京秦书这个传统文化 出身于世家 但是呢 小童今年初登春晚呢 带来的却是这个小品 所以呢 我们也特别地想看一看 今年这个小品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小品 另外呢 还有一位演员 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 就是喜剧演员刘亚金 说起来的话 他真是1987年 可能电视机间很多观众朋友 还没出声吧 那个时候刘亚金就已经 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那 那 今年的他也有新的作品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 今天呢 在我们的采访点呢 我们也请到了 著名的孝心刘亚金 亚金您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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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了 半年了 大家好 每年呢 肯定都绞进脑根的 要想一想 怎么样逗大家笑 特别今年 再次上春晚 今年作品的看点在哪呢 我们这个看点呢 就是一共有五个人 又有中青年 还有小鲜肉 又有小鲜肉 又像我们这个老腊肉 这个看点呢 我们这个故事呢 非常的曲折 说有这么一个人 他的存折里边 莫名其妙 就多收納到了五万块钱 这五万块钱是他的吗 不是他的 是谁的呢 然后一步一步 会跟您一个惊喜 老腊肉 还有小鲜肉 对 莫名其妙的 一个五万块钱 从何而来 对 它又将去往何处 对 晚上我们揭晓 晚上揭晓 也希望朋友们 关注我们这个小品 好的 那么在这呢 还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 您的春晚记忆是什么呢 您印象中 让您最难忘的 春晚节目是什么 春晚的记忆最难忘呢 当然是1992年 有一个小品的名字 叫《推销》 那个演员就叫 张国立和刘亚金 我们俩 其实我那时候第二次 我第一次春晚 是1987年 我跟王福利 演了一个卖鱼的小品 对 都给大家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相信今年这个作品 同样会有这样的效应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么在这儿呢 还要通过我们中文国际频道 要向全球的华人拜年 好不好 好好好 全球的华人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刘亚金 在这里 我祝福所有的华人朋友们 这么猴年到来了 在新的一年里 每一天都有一个好亲情 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 好 传奇中国节 吉祥中国年 再次给大家拜年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月光女神 要事而来 这里是由金玻璃钻石 全城独家冠名的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 传奇中国节春节的 除夕特别节目 欢迎您的收看 这是北京时间的19点多了 也就是说 再有不到一个小时 春晚的直播呢 就要开始了 猴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春晚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 希望您锁定 CCTV4 看春晚看四套 现在应该是大家都举家团圆 围坐在电视机前了 金玻璃钻区 也再次提醒大家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有好理等待着您 希望您一边吃着 全家团圆的年夜饭 一边继续收看 我们的传奇中国节 那么现在春晚的主会场 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吴鹏又请到了什么演员呢 我们接下来再次连通吴鹏 来 吴鹏你好 你好 鲁剑 刚才鲁剑说 请到什么演员呢 下面来的这位 确实是一位演员 而且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一位演员 在之前的一扑二组 以及这个北风那个吹 这两部作品 还有很多作品 都有上家的表现 给大家都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她呢 就是颜妞 你好 严妞 嗨 你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这给大家拜年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上次参加出版是10年 六年之后再登出版舞台 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跟我们分享一下 六年经历了太多 上一次因为是演小品 这次是唱歌 演小品吧 不管怎么样 还算是我的本行 唱歌就是对我来说 是有一些挑战的 尽管有挑战 但是我们还是想看到 演员的另外一面 这歌是什么样的一个旋律呢 它的旋律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因为它是开场的一个旋律 大家听了就会 还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一个旋律 比如说呢 怎么唱呢 有时日一 春花桥 花木风春在今朝 春风得意 人得意 春色为老人为老 伴随着这个旋律 2016年猴年春晚的这个大幕 就要拉开了 那么在这儿呢 想问研究另外一个问题 你的春晚记忆是什么呢 春晚记忆因为对于我们来讲 春晚还是就是说带给我们太多的回忆吧 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家里都没有电视 去到人家家去看电视 和邻居啊 还有周围的人啊 还有我们 其实我觉得过年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种仪式感 仪式感有了和家人团聚 然后吃上这个年夜饭 然后看春晚 我觉得这个年可能这个味就更浓了 对 可能对于我们来讲 比如说现在过年了 对于我们 对于我来讲 比如说我平时不认识的人啊 或者怎么着 我都可以跟他说一个 新年快乐 怎么怎么大家都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 觉得还是一个很 很舒适的感觉 对 还有过年嘛 就想的一切都过去了 好的坏的都让它过去 这个也是挺好的 满怀希望的面对崭新的一年 希望一切都好 那么在这儿呢 还是要通过中文国企频道 传奇中国节春节的直播 要向全球华人送去新春的祝福 好不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感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爱护 在这里给你和全假 白年 新年快乐 省体健康 还有看春晚要看四套 而且是用陕西话来讲的 非常的棒 好 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我们的主演博士 这边情况就这样的 鲁建 好 再见 好的 谢谢 谢谢银银 谢谢吴鹏 谢谢同掌柜 谢谢同掌柜的 同掌柜这个一说傻奇话 又找找感觉 好亲切 确实我们刚才看到 银银银 杀艺 作为演员 他们都到春晚唱歌来了 是不是我们主持人以后可以考虑去春晚演个小品 也可以反唱或者唱歌演起 你得拿出精品 创作的这个精品 你得自己去写出这样的好的作品 去参加的选拔 春晚的选拔 因为春晚现在都是开放半春晚 所以都可以从全国来征集 我们可以从今年开始准备 到明年没准有戏 对 最晚也许十年二十年 甚至五十年以后 那就成为别人的春晚记忆 开玩笑 但是确实我们看到春晚真的是越来越近了 这个时候可能全国甚至是全世界 很多的家庭已经是摆开年夜饭了 对 这点正好吃饭 说得我现在已经有点想家 有点想吧 我也想吃饺子 今天这个发了一条微信 我第一句话就说的是 今儿晚上年夜饭我陪朋友们吃 因为什么 如果你转到中央四台 你就能看到我跟你们一起吃年夜饭 好多朋友说太好了 我到电视机前去接你 我知道您是四川棉竹人 对吧 棉竹人 棉竹其实饮食很有特色 棉竹的这个有两个特色 一个是酒好 一个是棉竹是咱们中国四大年化的产地 就是我在小时候跟着奶奶在一起过的时候 有特别深的印象就是 每家人一定要贴上特别精美的年化 而且这个年化就是对于年龄越大的人来说 他越在乎这个年化 小孩他会是觉得一种好玩 比如说放鞭炮去了干嘛的 但老人就太在乎这个了 他会 我有首歌 写我们老家棉竹 其中的一句就是 红红的一幅棉竹年华 迎红了你的笑脸 旁旁的棉竹娃娃 揭开了什么窗帘什么的 就是 很有棉味 非常有棉味的 就是 而且棉竹它是这样 它是酒香 所以很多人 我们的小时候一个最大特点就是 一定男女老少都要喝酒 就那个时候 这咱们俩可找到知音了 你们俩是知音 我今天在学校里说要喝酒了 小孩不让喝那个时候 就想方设法去偷酒 或者求的大人 你让我喝一点吧 让我喝一点 李竞老师今天拿了家乡的年华 对对对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看一下 因为知道咱们今天这个 要讲讲这个风俗 所以我呢 专门请家乡的一个 就是画年华画的比较好的亲戚 给我寄了一副 来 专门为咱们今天来创作的 就是猴年的 一个猴娃 来 我们讲一下 对对对 你看这是猴娃 吉祥如意 对对对 这是一个 小粉脸的胖猴娃 对 小猴娃 猴娃迎春 对 虽然说是猴娃 但是它脸上还是蛮饱满的 对 很桃花那种感觉 就是象征着春天 象征着大家新的一年来了 我们要去迎接最美好的东西 这样一种感觉 对 年华娃娃和猴娃的结合 好吧 把它送给你们两位吧 谢谢 谢谢 那送给我们节目吧 送给我们节目 我们收下 我们传奇中国节 好的好的好的 这是新年收到的第一份礼物 谢谢 吉祥如意 猴娃 猴娃送春 虽然是送给我们传奇中国节节目 但是这幅年华 我觉得也是送给电视机前 全世界的华人朋友们 对 我觉得是一份最好的猴年的祝福 吉祥如意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现在的节目 现在这个时段还有50分钟 就要到春晚的直播了 我们稍坐休息 稍后回来 我们传奇中国节 还有更多精彩带给大家 待会儿见 年十三 人开灯 花灯忙着叫 还是装以后 还有两天到原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